Hello,我是Jesse Hello,我是Joyce 我們之前去了試分身、試群掛和看場地 我們還有一樣商量要做research的事未做 就是試化妝師 沒錯,大家知不知找一個熱門的化妝師是多麼難 如果你已經選擇好日子的話 要至少半年至一年之前就標準了 你知道,但日子那麼重要 遇上一些縱伏的化妝師就麻煩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找了兩位專業的化妝師 去幫我和Jesse化兩個Style的新娘妝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馬上開始了 Hello,我是Jeef就來到這裡 有Joyce幫我化妝和Carly幫我做頭髮 稍後,Hello Hi 不如我們說一下今天我們會化一個什麼類型的妝 我們今天會化一個時尚簡約的妝 如果讓我自己選擇的話,我也偏好一些比較簡單 不要太多顏色在我臉上的妝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先清潔臉 因為我們早上,通常都很早起床 我們一來的時間可以令皮膚快點進入狀態 例如可以喝杯咖啡,先去水中 首先,化妝的次序就會是化妝師或者化妝師助手 幫忙把頭打底 然後我們會先做護膚的步驟 對,然後護膚之餘 同時就會化眼妝 就可以讓皮膚吸收一下護膚品 所以我們現在的步驟就是眼妝,然後才底妝 對 現在很有效率 已經在做頭 頭是在做什麼呢? 在夾縮米 因為夾縮米令頭髮不容易貼頭皮 就會有一種蓬鬆的效果 然後現在我臉在塗這個面膜 會敷多久呢? 通常都是敷大概20至30分鐘 就是化眼妝的時間 究竟新娘在試妝的時候 或者試妝之前他們要準備些什麼呢? 試妝前一個星期可以做些磨砂 然後可以開始勤力一點點敷面膜 它會覺得再加保濕 因為我們試妝一定要鬆眼 出現的 對 還有拆了加眼字幕 對 如果有直眼字幕的話 所以很素 還有什麼呢? 例如要不要戴什麼角色 要穿什麼衣服 令整個感覺很像我當日的樣子 最好是穿白色的大領衣 例如V領 或者一字領 就比較容易幻想到類似婚紗的樣子 還有可以戴Color Con 可能是給大天使用的 會建議一些深啡色 直徑不用太大的Color Con 如果有些人不喜歡黏假眼睫毛 假眼睫毛又很短 那可以怎樣? 可以做角膽白睫毛 做角膽白睫毛 就算你覺得比較短的睫毛 其實也會消氣了 感覺又會再精靈一點 之後再看看客人覺得夠不夠 如果不夠我們就可以再單紙黏這間節目 現在會在眼皮上 先塗粉底液 很多時候化妝很多人都 skip了這個步驟 眼面可能會覺得不太出色 或者不太像 很多人眼皮上 皮膚的顏色和臉可能不是一樣 可能是比較暗層的 塗粉底液就會令到底色的整面是一樣的 那主要的顏色 你覺得是 這個簡約妝是用什麼顏色? 都是用一些Earth tone 很喜歡看的 很喜歡看的 因為你結婚 新人有一次 你要確保幾十年後 看都不會覺得很老套 不喜歡看的 而且我覺得 看照片的話 有時候會很怕 新娘的妝底化得太白 拍照會跟頸部不同色 會很尷尬 通常我都是看它面的顏色 很多人因為頸部沒有太多防曬 本身是會比面深色一點 我們在大天的時候 會塗一些類似素顏霜的東西 是一個叫做 Wedding Jazz Cream 可以幫它塗在肩膀、手、頸部的位置 拍照的色差就不會很明顯 我們會先用啡色的眼線 然後會沒有那麼… 噢!或者沒有那麼實 那感覺 我的眼睛大了 是不是? 大家看到嗎? 是嗎? 本身眼睛很大 現在就抹走忌霜 準備上底妝了 首先上了Primer 推介化新娘妝或姊妹妝 而皮膚有沒有什麼大問題的朋友 就可以用比較控油 有珠光的Base 這樣就可以打造自然有光澤 透涼的妝感了 會把產品放在手掌心 因為手掌心有溫度夠暖 可以溶一溶些產品 令它warn up 了 然後放在臉上就會貼服 如果我覺得粉底太乾 可以加少許油 護膚油 混合完再上臉上 就會比較貼服 我看你也是用一個很扁的掃 再加一個眉妝蛋 去打造這個透薄的底妝 算不透薄呢? 算透薄 因為我們首先用掃 就會已經薄了 然後再用蛋 印均勻 和塑走多餘的粉底 即是在屁股上 還有些粉底 你有沒有濕水的? 有 濕水就會比較貼服 是 打造這個簡約的妝 最重要是 有沒有幾個點 可以說一下? 皮膚要夠保濕 對 例如有很多角質 或者脫皮 其實 不建議 不建議 如果皮膚太深色 即是毛髮本身很深色 很粗黑 你避免前掩頭髮 可以先掩頭髮 如果掩頭髮方面 就掩單一色會比較好 通常咖啡色就會比較低 對 而且你選擇的髮型也很重要 如果你想要減稠的髮型 最好你單一色 沒有highlight的話 就會有更乾淨的感覺 對 所以首推都是咖啡色為主 對 用這個叫淚溝 比較深色 可以用了一些 你自己膚色淺一點 或者偏黃色的遮瑕膏 可以遮住這個位置 然後再用三文魚色去遮瑕眼圈 然後再上自己的膚色 好 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 借淚溝 一粒的位置 可以用淺色的遮瑕膏 然後再用橙色 所以平時買遮瑕膏 不可以只買一隻顏色 要用幾個色調才可以幫你遮瑕整個省圈 現在要用來遮瑕膏 先用來遮瑕膏 先用來喝東西 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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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打鼻影 讓輪廓再出一點 再焗布遮瑕 因為我皮膚有點薄 遮瑕膏 一隻血管 令底妝更加完美 上來胭脂 再定妝 觸碰一下眼妝 加強顏色 下眼影作用 令整隻眼座有放大效果 令臥顫更自然 矯正眼型的效果 上眼影 我要洗臉 其實給專業化妝師化妝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難怪大家 要去韓國的明星化妝室偷試 再用這三個產品打造整條眉 重點是要少量多次 最後髮型方面 製造了氣質大波浪 就大功告成了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妝 感覺很耐替 眼睛也不會太大 自己平時化妝 也可以用這次學到的技術 好 我這邊就化完這個簡約很清潔的新娘妝 我們就去看看 究竟Jesse會化一個怎樣的妝 今天我就找到Phoebe 來跟我化一個歐美系的新娘妝 Hello Phoebe Hello 大家好 其實我之前沒有化過一個歐美系的妝 你知道我們這些是深秀日韓的文化影響長大 你覺得歐美系的最基本是有什麼特點 我覺得歐美系 第一就是顏色會比平時日韓的妝更濃 然後就是在輪廓上面也會做得比較突出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亞洲的臉紅 如果你說輪廓突出的話 那是不是要打很多遮瑕 要用很多遮瑕 在網上其實都有看過一些 關於外國人化自己的影片 那些影片通常都會用一些很厲害的 淺色的遮瑕 然後有深色的陰影畫到一堆 所以讓大家看上去視覺上效果 是比較容易看到輪廓的分別的 當然我們在歐美妝裡面都會用到這些技巧 那如果你看到我的輪廓 今天你覺得最難改的部分是哪裏 雖然你都是比較大眼睛 但是大眼睛可以來 你的眼眶是相對比較向下垂一點 所以當我們去畫眼線的時候 外國人就會很輕一些比較向上陽的眼線 在這個位置就需要多一點技巧去做調整 我今天就想大膽一點 試一下小小的乳乳的粉紅色 因為我覺得粉紅色大家通常都會很避忌 一來是腫 二來就是眼睛總是覺得好像不夠精神 那今天就想挑戰一下 用一個那麼軟的比較乳乳的粉紅色 去做我們今天的歐美妝容 我們當然是要先護褲 那門膚之後我們就會先從眼睛開始化 那大家拭目以待 好 平時如果你幫新娘子化一個圓寂的妝 大概妝髮多久 就是要三個小時 都差不多妝年頭 那個時間有多久 好看新娘子自己原本準備得如何 因為有一些會比較早準備 皮膚準備好一點 頭髮去做好一點 顏色好一點 剪好一點 剪好一個層次 這樣我們去做的時候 相對就會容易一些 還有有些位置 是真的沒有辦法 在那一刻我們可以做到 所以奉勸各位新娘子 是在大天前一定要先好好地護褲 要不然真的 但是沙妝師就算有一箱 怎樣的考手 都幫不了手 按臉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 把肌肉放鬆一點 還有因為有某些穴位 可以幫助皮膚做一些提升和提拉的效果 其實我們平常有很多時候 我們會說有些人會傷下巴 其實就是這塊肉 就是在耳朵後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們下面就會緊緻 所以大家如果塗一些 Firming護膚品的時候 記得塗這些位置 我們護膚的最後步驟 就是要記得做了一個嘴 厚厚敷一層的潤唇膏 讓它可以先滋潤一下 今天我們去做眼睛的時候 其實我不打算幫你的眼睛做到很濃 但也要有些歐美的元素 例如是我們會有一些比較深一點的窩位 還有我們會有一些比較上陽的眼線 還有我們都會畫下眼的 下眼可能在日行裡面 可能都比較傾向是畫小一點 或者可能他們畫臥蠶的時候 顏色都比較淺色一點 歐美都是會畫下面的 也可能會有臥蠶的效果 但因為他們外國人 原本天生就是眼下 會有一點點的眼袋 所以他們畫的時候 就傾向用一個深色 去打一顆眼袋 這些細微位 就令到我們的妝容 整個風格會不一樣 我覺得在化歐美妝裡面 很多人都很怕畫錯 其實如果我們在化妝的時候 很怕錯 是很難畫到一個有形狀的妝 因為我們去畫妝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是透過畫完之後再修整 畫完之後再修整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 例如我現在畫這個眼線 其實現在是粗得沒有朋友 也都是不漂亮 但我們就會透過修整 慢慢修改美的形狀 這也是我先化眼 不化底妝的原因 有一種開了氣場的感覺 那個眼線 對 香港的新娘 其實我發覺他們也有一套 港式的妝容 對 即是有港式 然後有些就可能偏 清潔一點 簡單一點 有一種就是這一種歐美 我覺得暫時可能是分了這三款 有時候我覺得大家對歐美妝 可能也有些誤解 即是會覺得濃才是歐美妝 有時候歐美可以是很淡 也不一定是型的 歐美其實可以很浪漫 即是根據你的畫法 對 根據你的畫法 所以有時候也會鼓勵大家 多嘗試不同的風格 今天我們會用這個粉粉的顏色 緊張 就是你剛剛說的歐美不一定濃 對 我們去畫歐美妝的時候 其實另一個比較大 會經常做到的眼形 就會是一個比較長型的眼形狀 所以如果像Jesse 你的眼睛比較偏遠的時候 你做一些比較長型的眼妝的時候 然後就會把你的眼睛拉到一個比較長型的狀態 好了 我們眼睛已經上了一個大部分 大部分 大致上眼睛的一個形狀 所以我之後就會開始做臉的輪廓 最後才會先回到下眼線的位置 和眼線毛的位置 日本的粉底 其實它做光澤 對於香港的天氣是相對比較適合的 那如果這個風格的底妝 你會不會說 通常都特別會幫新娘化白一度 自己個人是喜歡跟膚色的 因為跟膚色做件事的時候 就是整個臉出來 你去到拍照、打燈等 才不會突然變得白了很多 我們去修容 其實對Jesse來說 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就是因為你現在中間的部分 某個程度上是很長的 即是比起上面跟下面 在三份 斬開的三份來說 你中間也是偏長的 所以鼻子 其實我要稍微把它修短一點 正常的歐美妝 可能會在鼻頭上點亮一點 提亮一點 我就要把你斬一斬你的鼻子 斬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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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都很適合下眼掛著 即是把你這個位置 某個程度上把它減短了 所以你剛剛就下了一陣 光一點的粉底 對 沒錯 以前我們去做一個陰影的做法 很多時候會在這個 我們經常說凹下去這個位置 現在歐美的新做法是怎樣 新做法就是我們會放在一個 我們拳骨的位置 這樣在這裡下陰影的位置 因為我們下陰影的時候 就可以幫助整個臉有提升的效果 比起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些位置 加深一點 臉這個位置 我感覺到有東西不同了 你看到嗎 即是兩邊的範圍 這邊的範圍窄了 嗯 是嗎 對 因為感覺上是拉起了 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一如既往要收的 這個位置 都是我會直接狠狠地收的 哈哈 快點 對了 我上完霜霜之後 我通常都會再加粉 在某個程度上 就會令到整件事更突出 和會持久一點 我們去劃歐美的肌皮的時候 我們要相對畫一點彎位 那會不會特別拉長 會的 因為眼線長了 所以眉毛也會相對長一點 這樣才會比例正確 雖然眉毛有點彎位 但我又不可以畫得太刺激 因為你的臉也偏長一點 額頭這樣闊一點 所以當我畫得太刺激 就會很容易把你的臉再拉長 所以沒有那麼好看 雖然眉毛也是畫了 有少許膏位 但眉毛也會很彎 加上剪刺在眼磨位置 這是閃的東西 對 你感覺到濕了 這個也是有少許訓練的 但我可能會加少許這些 它會比較時尚 我會輕輕地畫上剪刺 而我現在做唇線筆 就是因為我想畫上輪廓 畫上嘴巴的輪廓 這是一個歐美的特點 他們都很流行用嘴巴畫上對稱 和風唇一點的效果 才會再上唇膏 再加少許調整 再加少許調整 我都會傾向你的頭 梳貼一點 乾淨簡單整齊一點 原來都能持續 其實能吃到的 你覺得能吃到嗎 其實大家經常都很怕歐美妝 真的不用怕 這件事就會再加少許調整 你有打破了原先對歐美妝的想法嗎 坦白說 如果比起平時日行那種 它一定是顯成熟 對 除了新娘妝之外 我覺得用這個妝來拍攝 也很適合 所以我稱為開氣場妝就是這樣 對嗎 對 其實每個人的愛貓 臉型五官都有特色 很難說這個風格一定適合你 最重要是找到一個審美和自己差不多 亦溝通到明白你要求的化妝師 那就放心了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備份提示 再見 再見